欢迎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Hello 大家好 今天随便吃一点的成绩 今天我们在上海 就在上海这个地区 你如果要吃一个缩子蟹自助的话 就纯吃缩子蟹啊 反正据我们今天去拍的这个素材 它价值16-70块钱 而且人家提供了多种分析的选择给你 那像六七十块钱的缩组系列的支出 它的幸福程度 以及它的口味是怎么样的 今天我们去试一下 老回去东西上了我们才来试拍 首先他们家的环境 我觉得如果以这个价格的要求的话 他们家的环境算是很好很好的 我本来以为说这个价格来到一家店之后 应该是比较破破浪浪的一家店 那我们来了之后就感觉 这里的环境整体是还可以的 他们家算是一家比较稍微高档一点的 那个周商海鲜的一个放店 服务这一块的话 你要说他们家好也行 说他们家很差也行 套的点在于说你进来之后 人家对于你这个套餐 就是你要的这个缩组系列支出 它会很清晰的告诉你 就是你点单的时间 就是五点到八点这个区间可以点 那过了之后就不能点 人家也会很明确的告诉你说 你每次点的话只能点一种口味 而且只能点一份 那他们家有三个口味 香辣爆炒还有一个清真 那人家也会给你说 就是你选择爆炒的话 可能时间会快一些 那清真的话稍微时间会慢一些 那因为我们要拍摄嘛 就是尽量的客观一些 所以我们点的是清真 就是先把最长的时间的东西给点了 因为我们拿出相机之后 人家只有可能说更快 不太可能说会更慢 就概率性不高 那希望我们点了这一份 大概等了35分钟 尺寸 哇塞 尺寸来说大概就是 接近于巴掌大 就女生瘦的巴掌大 就大概是这样 以后我们还没打开 看这个的话 其实它的肉堆应该是有的 但是肯定不会就是到那种肉状 一丝一丝的那种状态 那像它的这个肉汁 以我们现场来看的话 就这一只质量是还不错的 可以接受吧 我觉得 那今天这一顿 以我在床上买的话 价格是69 但是我今天再看的话 它就变成79 有可能是什么新用户什么的 反正就可能 有时候会便宜10块钱之类的 那当然这个价格只包含那个说子线 不包含其他 包括就是什么 纸巾什么的 或是饮料什么的 都得另外加钱 你好呀 问一下我得吃王才能点下一份 还是说我现在可以点下一份 这个吃完之后我让你点下一份 就吃完之后才能点 好好好 所以他们家虽然三个小时 你看的是挺长的时间 但是它得 首先你得点 点完之后你得等 等它上 上完之后你得吃完 吃完你才能点下一份 所以这个周期时间的话 我觉得是稍微比较长的 那包含吃王什么的乱七八糟 加起来的话 至少就这么四只也得用掉50分钟吧 那你还会觉得 上个小时很长吗 我觉得就还好 这一次是新开的 肉质也还可以 而且我第一人点清晨的 主要是为了就是 好确认说 他们家的热线 新鲜的程度 那以我现在吃到这个的话 新鲜度是还可以的 我觉得他们家的新鲜度 完全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家做清蒸的 就是爆炒跟那个香辣 那肯定相对来说 清蒸的比较容易就是吃东西的原味 所以我点的是清蒸的 你也可以点下一个了 是可以的是吧 对对 这样你吃差不多 应该下一个可以吃 呃行 那你帮我点一个那个爆炒好吃 香辣好吃 香辣的吧 哪一个快一些 那个香辣 好那像刚才我们问的时候 人家就是说 不可以 你得必须吃饱之后 才能继续点 那有可能是人家看到 我拿着相机在拍 那我觉得是有一定概率 但是不是绝对啊 并不是说一定就是 我拿出相机 他们才这样改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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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鲜的东西 就能不浪费也不浪费 啊 些钱子还挺大的嘛 你知道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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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辣这一份的话 分量超级大 就它的直径 就大概是我 这么比吧 两个手多一点 丑话刷钱多 我能给你确保就是 你如果点清蒸的 肯定就是四支 但是你如果点香辣的话 我不太确定说 它是不是这么大份给你 有可能是而已 我只能给你确保说 哎 他们家的蟹品质是怎么样的 因为清蒸是最好辨认的 那以我们吃清蒸的水准来说的话 是很可以的 香辣的它外面裹了一层那个粉 然后应该是先煎过 然后再爆炒的 炒的这个 炒的这个 以味道来说的话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肉质的话 吃起来相对会比较绵密些 那这个鸣 例如说死蟹那种鸣 辣度的话属于全国通用的 香辣炒这个肉也是挺多的 我们会发现说 就来他们家吃这个自助的缩子蟹 人还是挺多的 但是像我前面那一桌的话 他们还会点一些其他的菜啊什么的 就搭配着吃 人家刚才那个服务员也会就是多少找 问一下你要不要点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酒啊 饮料啊 或者其他东西啊 要不要点一下 本来是有这么个意思 那人家老板我是觉得 更多可能就是在饮油的一个这么作用 反正单纯以这些角度来说 那肯定就是 现在比还是很不错的 毕竟都是新鲜的嘛 那你可能会疑问就是说 哎是不是我来两个人来三个人 也是只能一次就只能点一份 那以我就是这是耳朵听到的 这是耳朵啊 不是这是耳朵 就是耳朵听到的就是 后面有一桌他们来了三个人 三个人是可以点的两份姜葱 一份清蒸 然后我听到的是这样 这个清蒸的还有一个香辣的 只有两个口味 还有一个姜葱草 那也来个姜葱草 好那更正一下他们家三个口味 一个姜葱 一个香辣 一个清蒸 好谢谢 那截止到现在我们五点钟进来 到第三份上菜的时候 六点四十五 我说的这个上菜时间只不过是提供给你参考 并不是说他们家快或是慢什么的 反正每个人每个人的要求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就是仅供参考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水准 品质以肉眼来看的话依旧还是不错的 从味道上来说稍微是有点平鲜的 你好 加个米饭 加个米饭 对对对 加个米饭 然后再帮我加一份那个清蒸的 哦行 好好好 其实我真不知道他们家的那个 就是你可以继续点下一份的标志针 那大家其实可以整体理解 就是你得这份翅膀之后才可以点下一份 就这么理解我觉得就是你的预期放很低的话 那来之后有可能加 就五点的话人家很愿意给你点 那就稍微好一些 好好好 那袋子下面的话都是空的 应该是炒进去了 以我们吃到这三个口味来说的话 我觉得优先选择可能就是清蒸 清蒸的那个味道 确实他能够吃到那个肉质的那个清甜味 那夹的两个的话我觉得就半斤八两 那他们家这个的话我觉得 比较花酱的就是 确实说这些清蒸度还不错 然后主要的点在说他愿意帮你加工三个口味 那我觉得加工这一点的话 以这个价格的标准的要求来说的话 其实是算很套得的 对吧 嗯 清蒸的会卖一些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的啊 可以的 我觉得从服务上来说 他是应该要表扬的一点 他会提醒顾客说就是 你如果是给清蒸的话 那个时间会稍微久一点 就有提醒跟没提醒 真的是不一样 那以这个价格标准来说 那肯定就会有人说 他不提醒那也没怎么样 那有些人会觉得他这个事就一定要提醒 像我做视频 我做分析 有这种情况的话我就会给你提出来 是好是坏就主要是提供给你做参考 而且像这种有必要的沟通 我觉得会减少他们家的一些差评啊什么的 使顾客跟店家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 那他们家这些蟹的那个标准来说的话 他就没有去区分等级 就可能是稍微比较混的一点 合不合理 合理的 特别是像我今天来的话 可能就是还没到那个盘蟹最好最好的那几天 所以如果有人看我们视频 然后来了之后 可能就是会蟹的质量会稍微越来越好一些 好到什么时间呢 好到大概差不多9月 就慢慢的要稍微走下 阿董瑞 Opt想念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们这就这么做 没怎么看 对 我们这可以 这不要浪费 再做一口 关于我为了吃第五份蟹 被店家罚做了一小时 这件事 第五份蟹到的时间是晚上8点45 你像这种的话 才是真的八斤那种蟹饱 由于所以他们在店的话 黄金没得说 就以这个价格来说 没得说 那你如果要在这里消费到 比如说人均三四百以上的话 稍微是有得说一些 服务的话 我觉得他们家的服务很极端化 就是好的点在于说 人家还是磕磕气血跟你说话 但是好的一个点 确实这个蟹蟹 人家就是缠着掖着 就不是很爽快那种状态 那优点的话 人家这个价格就确实是不贵 我觉得在上海我就吃个面 然后加一点好一点的盖胶 差不多也到这个价了 那第二个优点 人家的盘蟹 确实是新鲜度来说的话 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不要指望着说 就是你能吃到的盘蟹 就跟别人网上的一些吃播一样 就是挤着 然后蟹肉就是一丝一丝一丝 让品质比较高那种蟹 它人家不是 就出肉率的话 我觉得整体来说 可能达到个七十 六七十整体是有的 那今年的盘蟹的出肉率 就以到我今天来的 这一天为止的话 我觉得出肉率百分之六七十 其实是双比较不错的了 那缺点来说 他们家确实就是 用餐的整个体验感 我觉得就不是很好 一直在等 然后人家 你要点的时候 人家稍微有点不请不愿 所以你像五点吃到现在 还加了一碗饭 就完全就是可能 一层饱两层饱那种状态 可能对于一个正常的 一个普通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 也没有到饱 就可能就是半饱的一个状态 仅此而已 所以你就是想着 就来这家店能够吃饱 就靠盘蟹吃饱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 你如果是把它当成一个藏鲜 就可能就是 最近说的蟹干上市 你要藏鲜的话 这个价格是不错的 而且忘了表扬一个点 就是他们家 还给你提供三种的做法 所以吃起来的话 口味就可以变更一下 回到那么腻 那这家店推这个自助的 我觉得它的本意 就主要是为了吸引客流来 那来之后可能就吃着 觉得他们东西还行 那以后可能就是更多的来消费 那我觉得 就是本意是好的 价格却是挺实惠的 那我给的建议就是 你至少要保证说 东西上了一份之后 可以让客人 就是点下一份吧 我觉得这是至少的吧 如果非得要求 那个顾客把那份吃完之后 才能继续往下垫的话 首先第一个 体验感觉不是很好 那第二个的话 整个时间拉下的话 其实确实也吃不了多少份 那说实在的 对于顾客来说 他感觉的那个优惠力度 就没有那么大 那你这个是 我觉得你应该也不打算 靠这个挣钱的吧 那可能会有人说 你花了这个钱 能够吃到这么新鲜的 说止谢的话 已经是很不错了 你说的对 但是你不介意的话 并不代表 所有人都不介意 那人家老板的本意 本来是好的 但弄到最后 变成很多人去 因为这些小事 就一些琐碎 是给他们家差评的话 我觉得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再见 是不是你呢 自己盘装一下 反正你不要太高的期望的话 我觉得问题是不大 就你以尝性为目的 我觉得问题没有很多 好了886 谢谢大家